民眾從岡山火車站招了輛校皇要去空軍醫院 溫陽說車子喊價不跳表行之又年 跳表只要一百一十五 喊價卻是一百五超收三十五元 為了遏止不良歪風和發展觀光 高雄市交通局在捷運南岡山站 和左營高鐵站推出校皇共承治 民眾趁著端午廉價處遊 實際搭乘 沒想到 問講拉高分貝差三公里不順路 堅持分兩輛車 而且從捷運南岡山站坐到空軍軍事館 三公里路程跳表只要一百二十五元 卻喊價收兩百五十元 貴出一倍成了冤大頭 江東局曾經現場有設置共承告示 但根據民眾提供影片沒有看到 不過來到左營高鐵站則是相當醒目 共承提高在柯綠岡山火車站秀道商機也學過去 不過卻被網友踢爆 短程跳表車資一百元 卻被強迫坐滿四人才開車 每個人都收一百塊 單純從一百元變四百元 反而更貴IP假共承 對不認識的人一起共承會有點尷尬 那個價錢差太多了 對 遇過了 五六百 兩到四人小團體自由行政流行 高雄市推出小黃共承利益良善 但是小黃問獎素質層次不齊 成了制度死角 民眾出遊被當凱子靴 換來一肚子氣 記者陳鼓民 劉易卿 王書宏 高雄報導